又出意外了 铁铁 我这不今天给侠去申请完签证 就回了在网上申请羊三狗的旅行证 结果我在扒了我们这堆材料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 也就意味着我们去今天去申请侠的签证 这个存款证明没有给他 因为材料实在太多了 翻来覆去好多呀 没有仔细检查呀 这个东西没交上去呀 这白费了就等于今天 明天还得去他 哎呦我的个妈呀 真要命了杨三狗啊 一球没睡呀 走接着去把这个存款证明 捕上去 昨天什么情况 杨三狗在里边太闹了 我的一手抱着杨三狗 一手就是弄这些材料 因为很多都是中文的 而且还看不到 而这个叫什么 银行流水 那太多了 十好几页 所以就拔了来拔了去 把这张漏了 我们又来了啊 签证中心连续三天 一天一趟 一趟六十公里 这家 哎呀我的妈呀 好了出来了啊 进去把那个材料补上了 那个存款证明补上了 五分钟搞定 现在可以耐心等待啊 哎呀妈妈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一波三折呀 哎呀妈妈呀 啊 这个法律师 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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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here's the situation 啊 It's very dangerous very dangerous 现在出现意外了 铁铁马 many many 穷逼皮包 啊 现在又出现意外了 铁铁马 羊潭狗申请这个旅行证的时候 要求我提供在巴斯塔的合法的有效的拘留证件 我的签证已经过期了 完了 现在我需要去续这个签证 下午找人问了 说在巴斯塔我要续这个签证要45天的时间 所以我合计 只能是出境了 我要出境办这个签证大概两天就能办出来 在本地续的话要45天 所以我在跟阿霞商量 我去续趟阿富汗 去趟阿富汗 把签证续出来 我带回来 也就两三天嘛 霞怕我死呢 就一直刚才那边扒了阿富汗的视频给我看 但是怎么办呢 两天跟45天 两三天跟45天怎么选 他说让我领个人跟我一块去 我领贼呀 现在只有去阿富汗最便宜 而且时间最快最方便 迪拜也看了票价有点高 而且在迪拜待着几天 这消费也会很高 所以怎么弄啊 所以怎么弄啊 我合议合议吧 凑乎这么多了 我来说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